这个秃驴正惬意地品尝着红酒 突然大批佛波勒破门而入 可男人却淡定地打开了房门 面对真枪实弹他丝毫不慌 就像是早有准备一样 乖乖束手就擒 男人叫西蒙 是个高智商的变态连环杀人魔 他只是在超市里和女收银员对视了一眼 就将其残忍杀害在女人家中 而这已经是他在三年内所犯下的第二十一起谋杀案 今天终于落入法网 然而他的落网却仅仅只是一个开始 就在这座城市的另外一边 另一个秃驴在得知西蒙被捕后悲痛不离 他启动了自己的破奥托 一脚油门下去直接冲到了桥下 至此 本剧中的两个秃驴现在就只剩下了一个 在送西蒙去高级监狱的路上 佛波勒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 上面命令他们先将西蒙转移到巴鲁卡监狱 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 此时的西蒙已经露出了一副意味深长的笑容 而这边在家中陪孩子们过圣诞节的监狱长大山 也突然接到了上头的电话 大山听后一脸懵逼 他本想找个借口拒绝 但奈何上头却直接挂断了电话 妻子一听大山要回去工作立马来了脾气 他气两个孩子于不顾 收拾好东西就摔门而出 大山没办法 只好将两个孩子带到监狱中 安顿好孩子后他便来到了等候室 见到了这个传说中的变态杀人魔 他告诉属下 一定要把他单独的完全隔离 要整晚靠在那里一动不能攻 并且不允许出任何插错 随后他对西蒙说明早八点半 就会有人来给他路口 然后再给他转移到高级监狱 可这时西蒙却对大山说出了一句细思极恐的一句话 大山出来后懵逼地问众人 有没有人将他的名字告诉西蒙 可众人却都表示并没有 而他们不知道的是 大批人马已经慢慢逼近 对危险浑然不知的大山此刻 正和医生翠花开启了想法 两人刚要进行下一步 手机铃声却突然响起 原来是大女儿发来的消息 当他打开消息的那一刻瞬间就慌了 大女儿已经被绑架 他们告诉大山 如果把西蒙交出去的话 那么大女儿就会死 大山赶紧跑来质问西蒙怎么回事 他的女儿在哪 可西蒙却只说了一句 此时一众匪徒已经出现在了监狱外围 只见女人小手一按 为监狱宫殿的便电站瞬间被炸得稀巴烂 监狱中瞬间漆黑一片 西蒙告诉大山他们已经来了 你如果想让女儿活命 那就不要把我交出去 你帮我 也是在帮你自己 更要命的是 他们不但把店给断了 还屏蔽了监狱内所有信号 现在可谓是叫天天不应叫弟弟不灵 很快大批匪徒便闯进了监狱 劫持了所有能劫持的人质 随后又来了好几十辆车 他们装备精良 可以说是人手一杆子AK47 此时整座监狱的所有工作人员 都聚集到了一起 他们以为是西蒙想要粤语 然而他却说并不是 这时监狱大门被敲下了 属下拉开小窗拿下对讲机 随后匪徒头子的声音响起 他们点名要和大山聊聊 偷偷说他们是来接西蒙的 现在大山有两个选择 要么把西蒙交出去 他们立马走人 要么选择拒绝 然后他们来应的 再把西蒙带走 大山听后可谓是进退两难 交出去大女儿就没命了 不交出去他们就会来应的 他们监狱这点小卡的咪 还不够他们塞牙缝 他思来想去 大山还是选择了拒绝 因为他不能拿女儿的生命开玩笑 他让所有人立刻去食堂肚 然后从长记忆 可他并不知道 他的这一决定 将会给他的余生 带来怎样的影响 而此时的监狱外 重武器的子弹已然上旁 那么接下来 一场斗智斗勇的警匪大战 将一触即发